大家好,我是欢迎能省就省的老韩 夏季高温小虫子长得飞快 有种小飞虫经常出现在家里的卫生间里 幼虫很小,就像蚯蚓一样 它们靠下水道无垢生存,预防渗过灭沙 这是地沟营,雌虫产卵在下水道管道壁上 孵出来的幼虫以下水道内壁附着的垃圾为食 一般杀虫技只能够杀死成虫,杀不死它都软 所以会反复发作,学名是俄猛 我们需要重点清理的是洗脸池和地露下水道 洗脸池其实是和地露下水道管道相通的 这一点很容易被人家忽视 一般我会往洗脸池和地露里面倒上两到三两醋 臭味和其他的都能够消除 然后在开水对小苏打倒入下水道里头 高温减水能够比较彻底的杀死虫卵 但该怎样防止这些讨厌的小飞虫反扑呢 再准备一只旧丝袜套在地露的盖上 这样小飞虫就飞不出来了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不仅可以防止小飞虫飞出来 而且还可以防止头发等异物进入下水道 一举两得 再点一盘纹箱放在卫生间 然后关好门窗闷一个小时 小飞虫就能够彻底消灭了 最后提醒大家 小飞虫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 只要保持卫生间的整洁干燥 多通风 就可以从根源上杜绝了 好嘞 大家可以下次试试这个预防小飞虫的方法 喜欢这类知识 记得点击订阅关注